小台的有沒有 它還可以變滑步車 好朋友可以像這樣子 當成有一點點小小滑步車 是直接坐在上面 你看它是直接推著我 對它是直接推著我走 80公斤都可以 我現在53公斤 好我先給你們講一下 這個旁邊都有一個鈕扣 所以你們要先幫我打開來 直接往上拉有沒有 三段的高度 1 2 3 總共是三段的高度 大寶你就是直接這樣子做 它可以當推車也可以當二胎神器 好我等一下介紹二胎神器給你看 前面這邊有這個扣子有沒有 我們剛剛的這個T-Bar 這邊有一個圓圓的鈕扣反過來 好你直接把它拆開來 它可以連接這個圓環 它就又可以變成是 有一個固定的推車的感覺在 那它除了有這種坐墊之外 這個是給大寶用的 小寶寶你就可以用這個 它還有額外給你一個什麼 升級版 這個下面這邊都有這個鐵扣 你就是直接把它扣起來 這樣子就可以了 這個要先扣上去 那這邊後面有扣子 你都跟這個環扣在一起之後 這個跟它的靶一樣也扣住 對不對 好來 是不是就變成是一個小寶寶的推車 五點式安全扣的推車 然後小朋友一樣有千扶手 非常的輕 這個壓環這個T板要先打開 對 然後蓋起來收進去 對然後後面呢 這個扣環是這兩個 這兩個扣環也要把它先拆開來 然後以背往前壓 好就這樣子之後呢 好 桿子就是按這個鈕 收到最底 收到最底喔 OK嗎 然後呢這邊有一個安全鈕 一樣是兩段的 一個是這樣往下 然後這個這邊再往上提 OK嗎 然後就直接往前推 就下去了 這樣子有沒有 走就可以出門了 這個二胎神器裡面都有附贈這一個連結器 這一個前面都是這個魔鬼沾的部分 這個是連在前面的推車 直接這樣連結起來了之後對不對 這邊有這個扣環有沒有 這個是扣環的部分 這前面有一個左扣環跟右扣環 那就是看你是放在左邊還是右邊 你就是直接把它扣上去 這邊有一個壓的有沒有 你一定要壓了之後才把它扣住 OK好 推的時候我們是推前面這一台推車 我們是推前面這一台推車 然後你的大寶會在你的旁邊 所以你兩個寶寶其實都可以顧得到 非常的好推 完全的非常順 然後不會卡住 OK嗎 不會卡住的部分